接下來呢 要再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在網路上就用的比較多啦 叫加外框跟套模板 有沒有照相館有沒有在做這種事情 有齁 對啊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選啦 自己印就好啦 那當然 照相館那個齁 他們是沒有版權問題的 因為他公開商業行為嘛 可是我們在Photocab這邊的他網路上蒐集的這些 說真的如果你是商業使用就不是很建議啦 因為他有些 可能就 不OK 那不過 個人使用應該都還好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照片可以做很多變化 對不對 我們剛剛前面的 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處理 那你到後面之後事實上可以做一些 很多不一樣的變化出來 雖然他是免費的但是 他 跟Photoshop啦或者 像一般其他東西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叫做塗層 所以他可以把這些東西 分門 就是 用塗層的方式去把安排出來 那 他有分兩種 一種叫套模板 一種叫加外框 那 套模板的部分呢會有比較大的靈活 靈活度 你的大靈活度 可是他範本相對比較少 那外框部分就比較簡單 外框部分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您 切換到這邊 好 我就跑到這邊有一個 套模板的在這裡 套模板 加外框 好 比如說我這邊 找一張 那加外框呢在左上角這裡 在這邊 所以現在呢 點一下 他就進來了 那麼外框他要分四種 你看 圖面外框 程式外框 遮罩外框 多圖外框 我們先看這個最簡單的這個 圖面的外框 圖面的外框呢 很單純 他事實上就是把 他的 東西呢 就挖一個洞就好了 有沒有 這裡是挖一個洞 你是照片就擺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那麼 您如果說 用在 螢幕上的 大致上這些範本 都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把 洗出來 洗成照片的 就要留意一下囉 為什麼 因為 你看我剛剛用的這一個 他有沒有告訴你 這樣子 他的尺寸是多少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好說 如果您要洗四成六的 是不是差不多兩百萬以上會比較OK 這個1024768 是不是不足一百萬 所以你拿去洗 可能 就照片會比較模糊一點 那 原則上呢 您套用了之後呢 原本的這張的 照片的大小 不管多大張 預設會跟 這個外框一樣大 也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輸出尺寸 如果啦 你真的 真的就想要怎麼樣 或者 你要洗 也是可以用你 你可以來這邊 你從這裡 我告訴他 我要洗四成六 有沒有 當你一按了之後呢 你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你按了 我們現在是 新的影像大小 是1024768 如果你在這裡一按了 現在我已經按下去了 有沒有發現 變1800乘1200 你還是可以拿去洗啦 只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點證圖有個特性 放大的話會怎麼樣 會變馬賽克 所以如果你真的太小張了 像有些真的是小到不行了 有沒有 像這600多乘400多的 你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那可能出來 你看到照片就稍微比較模糊一點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那預設值呢 都是 所謂的外框尺寸 好 那這個最簡單 所以你看 圖片外框就是 一張圖片裡面 只有什麼 只有一張 一個位置讓你去做 好讓你去做 那相對的 這裡就有一個叫多圖外框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那些應用都是用多圖外框 今天比如說我點了這個 這裡可以放兩張圖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 他就很貼心 他說 這裡還可以多放一張 有沒有 供一張 還可以額外的再載一路一張進來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再把你的第二張 叫進來 這就進來了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一個問題 這一張 好像太怎麼樣 太大了 我就可以縮小一點點 這樣頭有沒有就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你可以兩張個別調整 或者調整他的位置 下來一點 這樣不是比較滿板嗎 可以像這樣 有的呢 四張的你就可以再加進來 像這樣子 看你需要幾張 個別加進來 這樣是不是都進來了 那 還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 照片順序怎麼辦 這一張 還有 加上那個黑白效果對不對 但是我不喜歡 這一張放這裡啊 你就按著 拖曳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箭頭 這樣子 他就過來 這樣會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很簡單的就處理好 那 這裡呢 遮罩外框 你會發現 一進來之後 全部都是什麼 有沒有都是黑的 就應該都是黑白的 因為所謂的遮罩 遮罩的英文就這個 這個 男生現在也蠻多人在用 女生是一定有用 這個面膜 你看喔 他事實上就是黑色當作什麼 黑色會遮住 對 白色會留著 那 灰色怎麼辦 會變半透明 所以呢 點一下 這樣應該了解意思吧 喔 那麼 為什麼他一定是白色 因為 這裡你有告訴他 不 變透明的地方用白色 你也可以選擇 我有一個底圖 材質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在去裡面挑 他裡面的一些好像 你在不同的紙上 去做 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 那城市外框 其實 最簡單 因為 大家有看過那個 立可拍吧 立可拍拍出來的 是不是都有一個框框 那如果您希望比較模擬像一樣的 下面 怎麼樣 比較大一點 下面是不是就可以簽名用的 這是偶爾啦 也許你會有需要的 大致要像這樣 那麼 這些所謂的套外框的 他們 共同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看到這裡 我們不是套了很多模板嗎 對不對 上面不是有一些字 或者一些圖 萬一你不喜歡怎麼辦 這沒辦法改 這個是套外框 他的限制 也就是說 你必須看他的框是怎麼樣 就套進去 挖個洞補進去而已 所以各位老師有沒有去過那個 很多風景區啊 我們最近 喬炭警察很有名嘛 我有來過啦 天梯對不對 天梯 那個 那個 也叫天梯嘛 是嗎 天空之橋 天空之橋 好 天梯在 竹山 有很多那個風景區 有沒有一個 尤其小朋友很喜歡的 就是 他就一個造型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怎樣 對不對 你就投進去了 對不對 然後就 就是那個 拍照就是那個造型啊 對吧 卡通的也好啊 或者是電影啊 最喜歡做這種事情 那就是跟那個一樣 所以 他的缺點就是像 那如果說老師你覺得 這裡面的範本 好像不大夠對不對 其實呢 你可以到他網站上去找 本來我以前都是有提供啦 可是 因為 實在是燒不下去 所以你也可以來這邊 你看在這裡面有一個 下載 應該不用 在論壇裡面 一進來就有 一進來呢 你往下走 往下走 你會發現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素材分享跟下載專區 他的網站您其實不用記為什麼 因為 就是軟體的名稱 就是軟體的名稱而已 那你找到這邊他有分多圖外框 圖面外框有沒有 有非常多種 那你點這個呢 點這邊進來 他就有很多了 他本身 目前他有幫我們整理 就是所謂的素材包 素材包 素材包現在的話呢 應該是到第五級吧 在這裡 各位可以從這裡 專區有沒有一個素材包下載區 放大一點 這個 素材包下載區 那您從這邊呢 下載 因為原則上他的這些大部分很多都放在學校 教育網路上 所以 老師在學校下載應該不會太慢 你看這裡 我最喜歡的還是 老實講還是前面123 因為後面4跟5 好大 就4G 5G 可是又是一些不是那麼好看的 所以我比較喜歡前面123 那這裡也有你看 有沒有 1到5 所以您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放到哪裡 放到 像這個有沒有 我這邊 已經有的 我找我的給你看 看一下 你只要把這個素材包下載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一樣 下載有沒有 一個資金檔 那你就解壓說到我們 Photocab的目錄裡面 比如說我們Photocab 是放在這個目錄對不對 你就解壓說到這個目錄下就好了 他自動會幫您把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資料夾建立起來 放進去 那您的裡面呢 就會有比較多的 素材可以去套用 這個是 先生老師先稍微試一下 所謂的套外框 套外框比較簡單 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 加 就是 套模板的部分 套模板就會有更大的這個靈活度